微博传播要素 一共四个传播要素 一个就是时间 第二个方式 第三个匹配 第四个顺势而为 我们发现发了这么多的微博 效果最好的是哪些时间段呢 第一个就是早上9点半到11点半 每天大家都在上班 上班的过程中 早上的时间是比较容易磨洋工的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会上上微博 看看留言 转转微博 早上的时间是比较好的 那下午的时间 尤其是在下班之前的那段时间 是微博用户活跃的高分期 马上就下班了 特别心理特别心潮澎湃 就像我们现在马上一会 马上这个活动要结束了 中午要吃饭了 大家这个时候心情是最急切的 晚上的时间也是很关键的 晚上是一天中 还经时间中的还经时间 这个时间点呢 就是8点半到11点 大家忙碌了一天 可以在家里面上上微博 发花牢骚 这个时间点呢 就是8点半到11点 这个时间是最关键 第一点图文 我们怎么去找到一个好的传播方式呢 一定要寻找一个 比较容易共鸣的 这种话题 你看微博里面传播的比较好的那些话题 都是有共鸣性的 第二个就是热门的微博 段子笑话 这是第一热门 语录 这都是第一热门 然后后面呢 影视音乐 这些是第二的 时尚类是第三的 我们在发的时候 就要争取 找到这些好的 那个热门的内容 第三个就是寻找一个好的 另类 发微博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另类一点 第四个就是寻找一些折言 讲的比较有道理的话 我们来看个案例 这就是一个折言 这也是个段 三不期的星期综合证 转了一万九千次 为什么转了这么多呢 有道理的 第一 这条微博的标题 有强调出来 是不是 可以让用户在第一时间 在最短的时间 你看到就知道 这条微博在讲什么 140个字 现在对于用户来讲 已经太多了 很多用户看微博 内容量太大 信息量太大 根本没有时间看 所以你一定要在第一时间 在第一句话 就强调出来 你这条微博在说什么 第二个就是把 你要说的那些内容 表达出来 争取有段落化 比较简洁 有标点 第二个就是视频 视频的传播 在微博的营销里面 是用到最常用的 我们经过测试 一到三分钟的视频 是最有效果的 因为用户看来 这是在最短的时间内 他能够获取最好的内容 不容易嫌防 所以视频传播的 这关键点就在于 一定要在前20秒 把主题给用户 就是你这个视频 在讲什么东西 它能不能吸引过来 观看你这个视频 这特别的重要 最后的时候 视频一定要抛出 你视频的亮点 这个是决定用户 是不是能够转发的 关键因素 很多的视频 把亮点全部在一开始 都曝光完了 最后呢 用户看完之后 也不去分享 也不去传播 也不去转发 这就做得有点亏了 微博传播的内容 怎么去匹配呢 如果你是一个 官方的微博 企业的微博 你是卖钻石 你是卖珠宝的 怎么办 怎么跟微博的 这些内容匹配在一起 那微博的 珠宝和钻石 它的特点是什么 用户非常的年轻 非常的时尚 还有呢 对爱情都是感兴趣的 那在微博里面 哪些 大类在做这些东西 那肯定就是语录 星座 这些都是年轻人 聚集的一个微博 所以如果把广告 把你的内容 直录到这些微博里面 效果是最好的 要顺势而为 锦跟热点 热点就是我刚才说的 如果你发语录 发不过别人 你就可以发一些 图文并茂的语录 如果这个都发不过呢 你就发一些英文的 图文并茂的语录 这就是细分 一定要锦跟热点 顺色而为